来看到活动预告 有感觉最近IS组织在巴黎恐怖攻击造成真心惶惶 台中大理的一家道场尊师王坤玉 也将在12月12号晚上的明德中学要举办一场 无字天书的演道会 此曲都是自行创作 结合了音乐、舞蹈跟投影动画等 希望借着心灵演绎来洗涤台湾人民的心灵 并且为世界来共同祈福 又浮浮 便便又浮浮 盛装打扮、手持孔雀扇、台中大理一家道场尊师王坤玉 演绎的就是12号即将在明德中学演出的 无字天书演道会片段 我们的无字天书是有故事的 它是在讲宇宙天地的变化无穷 所以我们在唱的时候呢 就有音乐还有加上我们的各国风光 我们的各国的整个的世界的变化都在里面 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去一目了然 有感于世道混乱 为了安定人心 尊师王坤玉特地自创词曲 并且结合了音乐、舞蹈和投影动画等 当天还会穿着由810只孔雀羽毛所制成的衣服和鞋子 化身为神话中的孔雀冥王 来为民众和世界祈福 第一个就是说在讲我们的因果轮回 天地的宇宙变化有心衰灭亡 那么人有因果轮回 到最后呢我们众生都没有离开这个宇宙 那我们要怎么样屈胸臂己 达到众生共修共词呢 应该是在台湾第一次的所谓的演道会 就是他用表演的形式 但是融合了音乐 还有呢整个的舞台的一个呈现 去传达一个非常深奥的一些 人世身心灵的道通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 为了这场演出 主办单位还特地请来了世界文化史专家 岁浩平担任主讲和影言 希望从文化的角度介绍给更多人认识 而12号演出之后 尊师也会前往国外巡演 希望超越种族洗涤心灵 记者李蒋来中 差不多